1963年12月14日 周恩来总理开始著名的亚非十四国之行 先后访问埃及、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、加纳、马里、几内亚、苏丹、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 和阿尔巴尼亚、缅甸、巴基斯坦、西兰、经斯里兰卡四国 历时72天,行程5万公里 这次访问对增强中国与亚非国家人民的团结与合作 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、维护世界和平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0年1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索马里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63年1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肯尼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1年12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塞浦路斯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2005年12月1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东亚峰会 1971年12月14日 2022年12月14日